延宕了40年无法开发的大理区工医预定地 影响了当地的发展 而市府因而结合了工医以及附近工儿14 工儿15等等 合并办理了跨区市地重化 推动第15期市地重化 而这一天举行动土 未来将会规划有商业区、机关用地、广场 以及公园等等的用地 同时新建联合行政中心 来带动地方的发展 地产开工顺利 上鲁售一带领众人动产象征开工顺利 第15期市地重化这天开工 不仅活化大理州市区 未来也带动区域经济 第二个这里面会有两座公园 三个广场非常大的公共使用空间 提供给大理区的民众来使用 第三个因为这是在地质肉、地质库里面 也因此我们还会有商业区的部分 以及住宅区的部分 它公共设施跟机关用地已经高过56% 可是所有权人的负担 我们只负担它49点多不到五成 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保障这个区土地 所有权人的权益 因此超过的部分均由我们市政府来吸收 市府表示第15期市地重化是结合工艺 及附近工耳14、工耳15等等 面积达6.96公顷的市地重化 是全国第一个公共设施用地跨区办理案例 解决工艺用地延宕多时的问题 这区域规划商业区、机关用地、广场、公园、道路等用地 预计两年完工 那这里有非常完善的公共设施 有公园、有广场等等 那原来公共设施的部分 因为原来这个区域全部是公共设施用地 我们给它变更为商业区跟住宅区 所以所有权人他不用等一般征收来取得这样的土地 他们藉由市地公办重化的方式 可以我们取得无偿取得公共设施用地 他们也可以分回可建筑的商业区跟住宅区 未来第15期市地重化也会先建 大理联合行政中心、纳路区公所、地证所、护证所 地方税务局、大屯分局等单位 让民众洽工更加方便 接下来是台中厂报道